二楼厢房中,那老者在给那男子拔出绣剑后,因为那绣剑是带勾的,还带出了一块血肉,在包扎过后,叹了他脉,脸色不由地凝重下来,他退后了一步,摇了摇头。 这个老夫只怕是无能为力啊。 那男子忍不住闷哼了一声,全都紧紧拧起,轻轻浮现,可是吓人,混员子眉头也拧了起来。 这样下去不行啊,凉水,凉水来了。 小二已经帮他们提了一大浴桶的冷水背着,见此,混员子将人扶着进去那冷水桶里,见那些人还围着没走。 你们先回去吧,我还得想想办法呢。 混员子有些苦恼,盯着那闭着眼睛坐在水桶里的男子,几人一边走着,来到屏风外面。 混员前辈,这只怕泡冷水解不了毒,这和欢总的药非同一般,若是不尽快地找到解除之法,只怕会筋脉爆破而亡啊。 解除之法,就是找个阴阳交合,不行不行,那小子还没成亲呢,也没心悦之人。 这随便找个人来给他,那肯定是行不通的。 而当混员子跟他们在屏风外说着时,那浴桶边,凤九正好奇地泛着一双眼睛,看着那正克制着的男人。 中了这种药,最直接的就是往青楼里走一圈就没事了,倒是没想到这人宁愿忍着,也不去解决。 这样近的距离再看,倒觉得这人的容颜还挺耐看的。 刚正的面容,眉宇间一派正气,也许是凤九的目光太过赤裸裸的,原本闭着眼睛的男子突然睁开眼来,这一睁开眼,便直接撞见了那双好奇与打量的毛子。 四目相对,一人是疑惑,一人是好奇。 你是谁? 突然传出的声音让屏风外的混元子一惊,他迅速闪身入内,却见不知何时,那牧桶边站着一名亲衣少年,正好奇地打量着那浴桶里的人。 混元子见在亲衣少年身上并无恶意,便也没开口,只是盯着他打量着。 这少年不正是刚才那一楼角落出看热闹的那个吗? 当时他正与那里妹而交手,一楼所有的人都退出去了,就连掌柜和小二也躲了起来。 就这小子,还坐在角落处一边吃着肉,一边喝着酒,一派的淡定。 也正是因为少年的淡定,他才多看了一眼,不过先前顾着中了药的人,倒没来得及去注意那小子, 却不想这小子居然溜了进来,是从什么时候溜进来的,他怎么没有注意到? 哎,我啊,我是医者。 凤九笑眯着一双眼睛,在他错愕的目光中伸出手指,放在那人手腕上,轻轻点了点,为那浴桶中的人把着卖。 猫之外长 8.04 9.0